不是每個人隨隨便便都可以看1.2億的豪宅 看豪宅不是今天跟逛街一樣 去看然後覺得很貴就買不下手就算了 看豪宅你要有一定的財力 你要有一定的門路 那這些東西你有交代清楚嗎 我認為過去10年前或是5年前的柯文哲 搞不好還有一點用處 但到了今年 他現在官司產生 他現在很多爭議問題說不清楚 他現在人設的毀壞 他如今在做這樣的操作 其實已經不是叫危機處理了 那個其實就是叫放棄治療 關於柯文哲這一個人 其實從一開始大概一兩個月就可以知道 他講話常常都是空的 如果有出過社會的人開過會一定就知道 開會的時候最討厭遇到這樣的人 講話只會講SOP 然後講的內容都是非常空洞 當時我們在看柯文哲的時候就發現 今天只要講到統獨議題的時候 他會去迴避 他如果講到人權議題的時候會迴避 到底是左派還是右派 他也會迴避 簡單來講他沒有一定的價值 對他來講 只有勝利 只有工具的使用才是價值 這也是為什麼在2013 2014年的時候呢 光是從他的發言就可以知道 他是一個非常空洞 而且搖擺不定的人 那因此呢 這也是為什麼呢 在2013年的時候呢 我就跟大家呼籲說 如果選擇這樣的人的話 到最後他就會形塑成媒體所想要的樣子 而這個並不是台灣的民主社會所樂見的 其實不管大家的今天的立場 為何 今天大家對於這個國家的想像為何 我相信大家一定會有很多不同意彼此的地方 但是立場堅定 畢竟還是一件重要的事情 如果沒有辦法講清楚自己的立場 沒有辦法的說清楚自己想要的是什麼 只能走形式主義的話 那很抱歉 這並不是我們這個國家想要的未來 其實柯文哲一直以來都非常注重所謂的空戰流量 所以老實說這一次出現問題的時候 你會發現到他們的解決方式 他們處理危機的方式 其實還是著重在空戰策略上面 所以你會發現到 他們開了好幾場根本說明不清楚的記者會 然後呢 每天早上這樣受訪 然後每天早上這樣的發言 都是希望能夠引導議題的方向 到他們想要走的方向 可是危機沒有處理啊 危機是什麼 危機是你的那些帳 還是一團爛帳嘛 你的木可公司始終交代不清楚嘛 然後以及說 你今天現在在講居住正義 那就是在轉移焦點啦 房子很貴買不起我們都知道 可是 不是每個人隨隨便便都可以看1.2億的豪宅耶 看豪宅不是今天跟逛街一樣去看 然後覺得很貴就買不下手就算了 看豪宅你要有一定的財力 你要有一定的門路 那這些東西你有交代清楚嗎 那所以 我認為是今天 大家會在意的是相對剝奪感的問題 大家會在意的是你那些帳的問題 帳款的問題 但很顯然的 柯文哲現在他在社群上的操作策略也好 他對外發言的這些策略也好 都還是著重在什麼樣子才能夠讓我的聲量最大化 什麼樣子才能夠讓現在議題的主導權握在我的手上 什麼樣子才能夠被迫讓藍綠的政治人物都來回應我的這個說法 那我覺得其實走到實至今日 我認為過去如果十年前或是五年前的柯文哲 搞不好還有一點用處 但到了今年 他現在官司產生 他現在很多爭議問題說不清楚 他現在人設的毀壞 他如今在做這樣的操作 其實已經不是叫危機處理了 那個其實就是叫放棄治療